中醫藥發展法 新幾個總統 農總無解決的問題 今天創總統 三年就要解決 用這個中心指標 來解決問題 如果不敢做的工作 他都一直解決 我們衛福部已經 推出中醫藥發展法的草案 我們也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促進中藥作為一個產業的發展 同時也要讓中藥的品質管理更完善 讓消費者可以安心 放心 我們也希望能夠協助大家 提升中藥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同時我們也要透過法規貿易政策 幫大家打開更大的國際市場 在我們現在大力推動長照服務的時候 可以把中藥的元素放進到長照體系 那麼透過這些重要的制度設計 政府要跟大家共同來促進 我們中藥的延續發展 為一今期創英文 和創英明繼續搗亂 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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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